把这一题讲完 我刚刚也有把那个相关的程式码贴到这边来 另外的话 底下还有几题练习题 包含就是那个我们的什么呢 就是计算那个圆面 圆的面积 圆的 圆半 圆周吗 还是圆半间 输入那个查它的那个面积 还是它的那个面积 查面积部分 那所以这一题的话 也许各位可以试试看 原来是cycle输入一个半径 它会告诉我面积 那一样呢 你也可以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请输入半径 把它改一下 其实圆里圆的差不多有多少 所以该有的东西都有 那再来的话呢 底下 我们有一个练习 就是我希望 假设 我要把 这里面的这个清单 这个是一个 YouTube的一个清单 里面的话就是 我好像每一搜都会给各位 有没有 就是那个上课录影就这个 那如果这个上课录影呢 每一次都要点下去 其实 有点不方便 我希望可以怎么样 帮我把这里面东西 第一个爬 用爬虫 爬里面的什么呢 里面的这个标题 一个一个 比如说这里面总共有9个对不对 那你要帮我爬到哪里呢 爬到一个下拉清单里面 有没有这个有个下拉清单 就帮我把它塞到这个下拉清单里面 所以你可能需要先用网络爬虫 用那个request 加上beautiful sub 然后把里面的这些爬过来 那背后的话要送出对应的那个网址 所以背后的话另外你还要爬什么 爬里面的那个 这里面按右键 我把它检查一下 就是爬到他里面的这一个超连结 里面的这个东西 OK 就这一串 其实他背后的这个网址 他的超连结就这一串 他大概变连结了 就这一串 OK 那我要把这一串怎么样 其中的list and 前面 其实就是wash 执行有没有一个问号 v 等于什么 所以v 等于后面这一串到end 这一串是我要的 那我要把这一串抓过来 也就是清单里面是看到是这些名称 那背后实际上就传这个网址 传到哪里呢 你要必须给他一个立方可以接 那也就当我按送出的时候 自动就帮我把它切换到那个影片 比如说我第一个 这个画面里面 第一个就是显示出来就是一个下拉清单 不过这个下拉清单是 不是固定的 是动态去抓我youtube上面的清单 把清单里面所有的资料抓过来 第二个的话 当我按送出的话 必须把他的连结带去给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一个url加一个view 让他怎么样 可以帮我秀出这个影片出来 这要怎么做 可以想想看底下有一些参考 也许你如果会的话 你可以不用参考 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也就是说view的url其实就两个 一个是phone 一个是里面的youtube播放 另外的话views对应到就是转换到 我们的清单 然后背后的话就是要把最后的画面给做出来 还有template也在这里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然后怎么用python去爬 不过爬可能要装这两个东西 ok 那因为这个两个我是没有讲过 如果回去里面有时间的话 可以自己玩玩看 这个挑战性有点高 那再来下一周的话 我们就要继续再来看 第30个单元 就是之前回圈的那些范例 包含像什么 ok 拆数字游戏 慢是CAI 或者是之前讲过的那些游戏 把它转一下变成一个python 那再来后面大概都差不多 像再来有资料库 档案跟资料库 怎么跟jungle做结合 最后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section 你跨不同的网页 你必须要把资料先丢给section 类似像登录画面会员资料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今天的部分的话 我刚刚讲到就是 主要如果待会有时间的话 试一下那个 这个 那个什么 就是计算源面积的那一题 ok 然后另外的话 假如你对网路爬虫 有概念的话 你也可以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就是把那个YouTube清单里面的资料 爬下来 爬下来之后的话 塞到那个我们的表单里面的清单 所以这个表单是动态 动态丢的 ok 然后当我按下某一个 自动播某一个影片 我就不用去跳到那个 YouTube才能看这些影片 而且比可能YouTube还更方便 因为YouTube它就固定那个样板 那我觉得它样板有点太复杂了 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自动帮我把那些东西自动抓过来 自动 放到我的清单里面的话 该怎么做 试一下